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远古人类生活的那么艰辛 活动量那么大 是不是血脂比较低 到底低到什么水平 它因为它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是不是低的 今天这个视频您一定看完 看完绝对有收获 应该说呢 现在我们都很重视血脂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 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了 容易形成心脑血管疾病 长中央斑块 所以说呢 大家都在用力的去控制它 于是呢 我们就反思一个问题 到底人类 它初始状态的血脂水平到底是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意思的问题 我们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 走到现代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生活方式 导致了我们的血脂都在大幅度的升高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人类第一大杀手 那么我们以前进化之前 在进化过程中比较原始状态 我们血脂是多少 血脂多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低 这是有一些对医学认识 比较深刻人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们血脂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实质上这并不是无迹可循 说你实际上 你怎么查原故是7人的血脂 我们现在仍旧有一些人呢 生活在热带雨林 生活的比较原始 于是医学家对于这些人的血脂进行了考察 发现这些人的血脂比较低 它在1.4毫米每升左右 而我们现在 你要是去看你的化验单 你化验单只要小于3.4就要正常 高于3.4才叫给你标一个向上的箭头 即使是对于得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我们比较严格来说 也是把它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2.6以下 1.8以下 但是 医学家通过对于这些人的研究发现 生活在比较原始状态下 原始森林的这些个人类 他们的血脂 即使到了老年都在1.4毫米左右 而且他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 所以说这就提示我们 我们可以把血脂可能降得更低一点 而人类的初始状态的血脂 有可能就在1.4毫米左右 甚至更低一点 其实这个事儿啊 一个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就是远古人血脂到底多少 其实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解释 你要是想少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控制好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最好 对于一些高危人群 有可能要压到1.4毫米左右 您觉得今天这个视频有意义吗 觉得有意义 转给您身边血脂高的亲朋好友